六十八歲的資深演員夏玉琳 兩年多前確診患有肺癌第四期 早年女藝人劉思希和倫哥 有為拍TVB劇集《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結緣》 思希知道倫哥母兒母女年老無醫 所以為她發起眾籌 亦有保持了解她的狀況和需要 而做過四百多套戲的倫哥 上個星期六接受頭條日報訪問時說 想趁餘生讚寫自轉我的大半身 記錄小人物成為倫樂人的故事 但近日病情急轉直下 有一晚她在浴缸跌倒 無法開門令思希為她哀打的外賣 最後思希見倫哥不見了幾個小時 唯有報警求助 而她目前已被送往佛教醫院 現在痛到全身無力 簡直開始看不到東西 連走都走不穩 最後她只能透過頭條日報完成心願 口述演藝生涯45年的點滴 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夏玉良 本來是一個中學老師 亦是熱問的門人 和張國榮、萬子良 是同期訓練班學生 拍過樂如雷、大地恩情等等的經典劇集 講到演藝生涯最難忘的點滴 她就說最自豪連樂壇大姐大梅彥芳 都視她為智者 梅彥芳來 她和我聊天 她第一句問我 人生有什麼意義 而除了和梅姐有兩句 她和哥哥也有點交流 她是很好人 很關心我 後期她紅 我不紅 她一直問問我 你怎麼樣 吃飯沒有 很多都很好 很好的 郭富城也好 以前我和郭富城做過很多 我有一次 來的就等我回校 開學 我就沒有期 導演 就不肯放人 導演好 哥哥哥 只幫我去問 什麼是豬哥 導演有什麼放我 我也很感謝哥哥哥 另外鄭少秋和米雪都很尊重她 天皇流都說 天后王妃都對她相當客氣 而她最佩服 是在北京來香港發展的黎明 那份毅力 她還記得當日和張家輝拍劇的時候 見到她有些屈屈不得志 不過倫哥為眼 當時覺得家輝有很大發揮空間 將來一定會紅 她當時 恨未成名 真的很沉默 最後拍電影已經紅了 娛樂圈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是需要雲氣的 但是不知道我運氣 幾時才來 有很多人 也是可以 我相信她 她是不會留下來 她是不會留下 她不是沒有人 美人 她白鷹 她不會留下 她是不會自然 她是我們的能力 她也是不太 她應該看到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